- 哈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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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反正我應該可以介紹自己 - 所以就讓主持人偷懶一下 - 今天的這個topic是 Adomic Commit an Easy and Proven Way - to Manage and Automate - Your Release Process - 這場talk主要想講的東西 - 就是你如何透過一個更好的commit的 - 就是這commit就是 - Gitcommit - 那如果你可以把Gitcommit弄好 - 你甚至可以 - 比較好的去管理 - 甚至自動化你整個release - 你的software的一個process - 那今天Pycon台灣的talk - 這場應該是稍微 - 跟python有一點點關係 - 但其實也只有到最後面才有關係 - 對,所以如果你在這裡聽python的技術 - 那你可能走錯了 - 對,但這個東西可以用在各種專案 - 所以應該也還行啦 - 對,那這個標題其實在捏他一本書 - 它叫做 - Atomic Habits and Easy and Proven Way - To Build Good Habits and Bad Ones - 對,我沒有記起這個書名啦 - 對,那這本書其實是到現在都還 - 應該都還很暢銷的書 - 它叫原子習慣 - 因為我還蠻喜歡這本書的 - 另外我覺得 - 你去- 你每個commit都好好的寫 - 這也是原子習慣的一環 -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想要念他這本書 - 把它抓出來的原因 - 好,那因為剛剛也還沒介紹到 - 對喔,這個是今天的slide - 如果大家掃的話 - 可以在speakerdeck上找到 - 就可以放個幾秒 - 大家掃一下 - 如果看了覺得好像也還好 - 就是後門如果能 - 比較安靜一點的離開會比較好 - 剛剛就是每次都甩門的聲音 - 在前面聽有點吵 - 對,那從前面走我也不會介意 - 就是請不要甩門,拜託 - 對,真的很大聲 - 然後這裡有個slide - 如果有問題的話 - 等一下可以問 - 或者你中途要打斷也都沒有問題 - 對,就是舉個手 -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害羞 - 我坐在台下的時候也是 - 我也不會舉手的啦 - 對,所以 - 好,那好像都沒人了齁 - 好,那接下來這就是 - 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- 我在桌的李維 - 那目前是 - 拍抗台灣的志工 - 還有一套 - 就是大概只有2000個 - 那個STAR不到的專案 - Commitment Tool的Maintainer - 那剩下的是一些我的聯絡方式 - 哈,對 - 剛剛那個Python Code - 其實是不可以執行的 - 因為我沒有把 - 字串括起來 - 對,當然 - 就括起來就是 - 不好看啊 - 所以沒關係啊 - 這個意識到了就好了 - 對,好 - 那關於release的話 - 其實我相信大家 - 多多少少都有碰過 - 你可能不是直接去release - 一個新的軟體 - 那像如果你是有寫Python的人 - 可能就會有用過一個東西叫request - 那這就是它的release history - 那即便你沒有用過這些library啊什麼的 - 如果你有在用 - 用手機 - 大家都有在用手機吧 - 那你有安裝了一些app - 它中間就會有 - 呃 - 呃 - 釋出一些有的沒的版本 - 它可能從 - 1.0.0版 - 然後下一版可能1.1.1 - 下一版不會是1.1.1啦 - 但反正總會有這個版本嘛 - 那 - 那所以決定這個版本號 - 還有決定在這個版本號 - 你要去釋出什麼東西 -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- 那在這之前我們可以先 - 我們就要先來知道 - 這些版本號到底是怎麼決定 - 那它們每個數字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- 那目前比較盛行的可能有兩種做法 - 一種是calendar versioning - calendar versioning顧名思義 - 就是它跟今天的日期是很有關係的 - 那如果以最直覺的方法去思考的話 - 一種可能的做法就是 - 第一個數字它代表的是年份 - 然後第二個是 - 今天是幾月 - 那最後就是幾號嘛 - 所以如果以今天為例的話 - 你可能就是2023.07.29 - 或者23.07.29 - 這就是其中的一個版本 -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是被使用在 - 好剛剛有個奇怪聲音 - 好 - 然後這個做法我被使用在Aclinus中 - 或者大家所守知的Ubuntu - 它其實也是算是一種calendar versioning - 只是它的做法是YY0n - 然後後面是一個micro - 那YY的話就是 - 像Ubuntu今年可能就是23 - 那0n的話就是4月就是0 - 是10月釋出的10 - 那micro就是它釋出的第幾個版本 - 假如它釋出了22.10.0 - 之後有要修正一個東西 - 它就是會再bump一個22.10.1 - 那這就是它的做法 - 而實際上 - 對這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- 像現在是22.04.2 - 實際上Canada versioning - 有非常多不同的schema - 像pip它就是用YY.minor.micro - 不過Canada versioning - 其實不是今天的重點 - 今天比較會提到的是一套 - 叫做semantic versioning - 它是語意化版本 - 我其實不太確定了 - 它中文應該是這樣翻吧 - 它總共會有三個數字 - 這個 - 好 - 那第一個數字它代表的是major - 那第二個是minor - 最後一個是patch - 那major version的話它決定的是 - 你在什麼時候需要bump一個major version呢 - 通常是你在你的這個軟體中有breaking change - 像是你的behavior改變 - 你原本說有往A方向走 - 結果它突然就往B方向走 - 那這就是一個breaking change - 那minor的話它 - 就是在你為你的軟體 - 加了一個新的feature的時候 - 需要去bump的version - 那它可能就是 - 你原本是1.2 1.0 - 那你加了一個新feature - 它就變成1.2 2.0 - 那最後的patch - 就是你在你的軟體中加了一個buckfix - 原本不work的東西 - 把它修成可以work的狀況 - 你就會bump一個patch version - 那這裡是一個還蠻實際的一個案例 - 就是Kubernetes的可能的 - 它的semented versioning可能被解讀的方式 - 就是第一個數字 - 啊不重要的 - 啊這個東西不會變嘛 - 所以沒有人care - 那第二個就是 - 這是一個minor version - 但是你每次去更新它的時候 - 好像都會有東西壞掉 - 那是不是應該bump那個major version呢 - 當然實際上 - 大的軟體中很少會直接去bumpmajor version - 那最後一個就是 - 大部分人都不太會care - 就是我自己當安裝軟體的時候 - 我也不太會care - 最後一個version - 那應該就是修了一些小東西嘛 - 就當作它是random的這樣 - 那另外還有一篇 - 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的文章 - 是 semantic versioning will not save you - 對 - 這篇文章是我在remote python pizza - 的 talk的前一場talk - 然後最有趣的是那一場talk - 我也有提到 semantic versioning - 然後前面的那個就已經講 - 欸這 semantic versioning沒用啊 - 這個就有點尷尬 - 對 - 但即便如此 - 其實這個東西還 - 雖然 semantic versioning - 不是一個救世組 - 可以拯救你的所有軟體versioning - 但它其實還是一個 - 被很多專案給使用 - 而且很好用的東西 - 例如就是airflow - airflow應該已經夠大吧 - 大概有1萬5千個star嗎 - 我猜 - 它其實就是follow semantic versioning - 的一個很代表性的專案 - 當然還有很多的專案 - 可能都是用類似的versioning - 那release一個新的version的話 - 可能每個專案都有不同的process - 我這裡就舉出幾個我有遇過的流程 - 給大家做參考 - 那這個 - 這是第一個是你可能已經決定好 - 可能下個禮拜你要試出一個版本 - 假設現在是1.17.1 - 然後下禮拜你就決定 - 禮拜五就是要試出1.17.2 - 那在這個情況下 - 因為我們如果是follow semantic versioning的話 - 我們就只能去include bugfix到這個release裡面 - 所以我們會從 - 從上一次1.17.1 - 到現在最新的這些更動中 - 去cherrypick去選出那些 - 符合只有bugfix的那些commits - 並且把它merge到你下一次release的那個branch - 然後bump到1.17.2 - 這是一種做法 - 那另外一個是我比較常用的做法 - 它是反正我現在就是有一個feature branch出去了 - 我接下來就是去分析這個branch中的每個change - 它裡面到底有沒有breaking change - 還是它其實就是加了一個back - 就是跟以往的code是compatible的feature - 或者它就是一個bugfix - 甚至它什麼都沒有修 - 我們就是去看這些commits裡面到底有怎樣的change - 來決定我們下一個version要bump成哪一個版本 - 然後再做release - 或者你老闆就是叫你release嘛 - 那release完老闆就覺得我們bump了一個major version很酷 - 那我就bump了major version吧 - 對這個可能也蠻常見的 - 但對這個希望我們可以慢慢的減少這樣的事 - 那我們就繼續回到semantic version - 你剛剛有提到major,minor,patch - 他們各自的代表代表的東西是什麼 - 但如果今天你是一個release manager - 你不是實際去寫code的這個人 - 你看到了這些commits - 我們接下來要去release - 你會知道接下來要bump什麼呢 - 這是 - 這裡有好多commits - 這是一個break change嗎 - 還是這是一個feature - 還是這裡有一個bug的fix - 對 - 這其實是我 - 今年到我的新工作 - 開始要去負責一些release - 有遇到的一些問題 - 對 - 但其實這些 - 這些change - 在developer去開發這些功能的時候 - 他都應該要知道 - 我做的這個東西 - 他就是加了一個新feature嘛 - 或者我今天就是來修了一個bug - 或者我現在改了這個東西 - 以往的東西就不會work了 - 這個當初開發的人應該要知道吧 - 對吧 - 應該要知道吧 - 這不知道 - 不對吧 - 對 - 所以我們就很reli on - developer是不是能 - 把commit message寫得比較明確一點 - 那這就會讓那個release manager - 可以更快的知道 - 喔 這裡是一個feature - 這裡加了一個新的feature - 所以我們在這些change中 - 可能加了一二三個feature - 那我們下一個版本 - 如果根據semantic versioning - 我們就要去bump一個minor version - 或者是我們這次 - 全部都沒有加新feature - 就只是一個bug - 那我們bugfix - 我們當然不是加一個新的bug - 這個加一個新bug - 聽起來不太對 - 所以我們就是bump一個patch version - 對 - 所以好好寫commit - 不要寫這個update - 搞什麼東西 - 對 - 不要 - 對 - 真的糟糕 - 那這裡有一個list - 就是你如何好好的寫commit - 這東西就google得到 - 我們就不用講了 - 對 - 那就 - 又回到這張圖 - 對 - 除了這三種以外的code change以外 - 其實有一些change根本就 - 無關痛癢 - 就是 - 你改了一個document - 大部分的狀況下 - 你是不會去bump version的 -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把 - 呃 - 我們所有有可能的code change - 歸類為major - 呃 - 那個minor,patch還有other - 就是無關痛癢的 - 那這裡我稍微列了幾個 - 比較常見的culture - 就是你可能加了一個新feature - 你加了一個bugfix - 或者你就是對code做refactor - 那至於refactor它到底算是哪一種 - 算是minor或算是patch - 這其實我應該會根據 - 你組織去定義 - Ideally,refactor不該要改到任何的 - 不需要 - 不會改到你任何的functionality change - 但這畢竟不是一個ideal的word - 如果這是一個ideal的word - 或有semantic version - 你也會完全的save you - 但對,就這件事不會發生 - 然後style change就是 - 你style change可以改到連feature都不work - 那這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- 所以我認為這應該是 - 要被歸類在other啦 - 那documentation就沒有懸念嘛 - 就是other - 那test coverage - 你改test還可以break你的這個maincode - 這個真的是完全不行 - 對,不要這樣 - 雖然我好像上個月 - 我不小心幹了類似的事 - 我就想說為什麼整個code都不能跑了 - 但反正那個沒有被merge進去 - 那performance的話 - 它可以算是一種feature change嗎 - 對,有人會這麼認為 - 那這就是看你的專案要怎麼去做管理 - 那build tool跟CICD - 他們都是去協助你做release - 或協助你做開發 - 所以在大多數的狀況下 - 可能都會被gray在other - 那and etc.就是 - 我暫時想不到還有什麼其他例子了 - 請 - 如果你是本來是打算做incroved test coverage - 就是在該寫test過程 - 會突然發現 - 欸因為我之前這邊有地方buck - 原來mancode也是有buck - 這樣放這個commit - 應該要算 - 喔,好 - 那剛剛divore有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- 就是如果我在修增加test coverage - 我幹過這種事情 - 喔,對,他也幹過這樣的事情 - 那如果我們修 - 在加test coverage的時候 - 發現了一個bug - 該,那這個commit該怎麼算嗎 - 剛是,或者是 - 因為有些時候就是 - 譬如說你做一個的事情 - 結果更加高低 - 到底我現在應該要先去處理test coverage - 開始做 - 現在應該緊急把這個buck給你修好 - 對,雖然說這個buck可能 - 之前沒有人碰到 - 以前沒有遇到 - 還沒有buck的時候 - 你是知道他的buck - 在這個狀況下 - 當然應該還是要把bug修好吧 - 對,對 - 那,因為你增加test coverage - 他可以是一個commit嘛 - 那你bug修又是另外一個commit - 所以這不是一個- 就是對於version bombing -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- 那他如果是在同一個pro request的話 - 他suppose在下一次的生版 - 他就應該要生一個patch version - 對,在這樣的情境下 - 好,那我們就繼續下去 - 我們簡單的去做一些媒品 - 那至於剛剛performance - 或refactor要怎麼map - 我就是隨便選了幾個 - 暫時覺得好像還ok的媒品 - New feature就是bump minor version - 那bug fix - 這個算是well defined - Performance就是 - 我們就先把它放在patch吧 - 其他documentation - 然後refactor style change - 我們就全部都不bump - 那你也許我問 - 那major version到底跑去哪裡呢 - 就是任何的東西 - 所以你只要有辦法造成一個breaking change - 他都應該要去bump major version - 就算你只是一個buck fix - 他也應該要去bump一個major version - 那我們要怎麼樣在我們的commit message中 - 加入一些訊息 - 讓release manager有辦法知道 -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應該要bump什麼 - 所以這就是一個簡單的commit rule - 就是我們在commit message的最後括號 - 誒 我們下一次要bump什麼version - 因為這只是加了一個 - 呃 加了幾個test case - 所以我們最後掛了一個other - 就是這個commit不重要 - 所以我們下一次要bump的時候 - 看到這個commit是不用特別做處理的 - 那接著是如果我們在costcard - 加了opass integration - 我們後面再加一個miner - 因為這可能是一個 - 加了一個新的feature - 所以在release manager看到這一次的pro request - 要merge的時候 - 它就會發現 - 這一次我們要bump的應該是個miner version - 因為other我們就是直接 ignore它就可以了 - 那這樣的方法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- 那就是它就是很簡單嘛 - 那如果你的這個commit message超長怎麼辦 - 或者你的commit message本身 - 就我就是想加一個括號啊 - 那這樣去parse可能就會有一點點的問題 -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做法呢 - 實際上這樣的做法也已經有人開發出來了 - 就是它有制定出一個東西叫做conventional commit - 那conventional commit它的大致的schema - 就是左上方那個小小的字 - 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- 的fix feature跟breaking change - 它要怎麼去被annotate起來 - 讓你這個commit有辦法更好的被release manager - 或者其他人給閱讀 - 它大致上的schema會長這樣 - 對這個synthes highlight - 是用一個叫做turtle的language去highlight的 - 就是我也沒有寫過這個language也沒有聽過 - 但反正它就剛好很好看我就這樣用了 - 對第一個的話就是type嘛 -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con可能是一個feature - 可能是一個style - 可能是documentation change - 然後optional的scope - 這個東西也是看組織如何定義 - 以我以往使用這個 - 使用這一套流程的方式 - 我們通常會使用 - 那一個python module - 作為我們的scope - Description就是 - 你總該知道你這次到底改了什麼東西吧 - 那如果這裡寫的不夠 - 你可以在optionalbody那裡寫 - 至於footer的部分 - 我通常會link到相關的那個issue - 像是如果這是一個open sourceproject - 我就直接去link到githubissue - 那也可以在裡面寫close - 嗯...closeissue可能101之類的 - 對 - 那實際上它長的大概會是這樣 - 這是從剛剛conventionalconme的官網上 - 所抓到出來的幾個conme - 第一個就是它去修正了漢語中 - 約定式提交的這個翻譯 - 它把它改成冠例式提交 - 對我覺得這好像 - 聽起來有比較make sense一點 - 因為原本conventionalconme - 是被翻譯成約定式提交 - 我就是也看不太懂在幹嘛 - 雖然冠例式提交還是有一點 - 有點複雜 - 但anyway這就是他們的幾個example - 那它這裡有列出幾個比較popular的project嗎 - 或者反正他們官網上就是列出 - 由在使用的conventionalconme的這幾個專案們 - 還有我最近才發現我在用的 - NEO VIN的一個plugin manager - 他也是用conventionalconme - 對 - 然後當然就是你每次要寫conme的時候 - 都要寫那麼長 - 總是要用一些工具來幫你嘛 - 那其中有一個工具就是committers and tools - 那之前沒有提到我 - 就是committers and tools的maintainer之一 - 所以接下來就是會跟大家分享如何用這個工具 - 對 就是來推銷一下自己的工具啦 - 那剛剛的那些流程 - 就是這個工具會使用到的 - 對 - 那就是請大家幫忙按個like - 然後如果能的話就subscribe一下 - 雖然我們就是更新的不是很頻繁 - 我跟另外一個maintainer都有點忙 - 那所以最好的狀況下就是 - 如果你能一起來contribute那就更好了 - 那有什麼機會是你contribute最好的機會呢 - 就8月20號對 - 一起來開發 - 我會去帶一個專案啦 - 那每次committers and tools - 我都有點冷清 - 因為可能就是來了一個airflow - 一個15000star的專案來了 - 誰還在乎這1500個star的專案 - 對 - 這次就拜託大家不要讓我這麼孤獨了 - 好 - 那這個 - 就是 - 基本上 - 我覺得差不多是免費吧 - 就是它 - 如果你不是社會 - 如果你是社會人士的話 - 會跟你收個100塊 - 就是 - 午餐錢而已 - 對 - 這個場地要錢 - 午餐要錢 - 對 - 大家就是付的簡單查水費 - 好 - 那 - 安裝committerson - 呃 - 就對 - 在我們的官網上也會有這樣的東西 - 那 - 那 - Initialize - 呃 - Committerson - 它 - 就是你可以在你原本的專案中 - Type - CZ init - 那這個 - Git init - 就是在你一個完全全新的project中可以使用 - 它實際上使用起來會 - 會 - 會想這個樣子 - 我們會試圖去detail你這個專案是什麼 - 然後找出適合的config file - 那 - 因為每個語言可能你去存放file - 呃 - 存放version這個information的地方不同 - 所以我們也會試著去找你這個專案 - 你可能是個python專案 - 你可能就放在pyproject tamo - Rost - 好像是放在某一個tamo裡面 - 我忘記是哪一個了 -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試著去找 - 我們目前support - 至少python javascript rost - 這幾個語言應該都有 - 對 - 那接下來這個 - 呃 - 的configuration就已經設定好 - 那接下來就是 - 我們如何實際去使用 - 的configuration來做一個config - 那它就是可以一開始選這些type - 就是你到底是一個future change還是什麼 - 那這個就只是設定configuration的configuration - 所以我就選了build - 那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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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itializedconfiguration - 那它會問你有沒有additional的information需要加 - 那它就是剛剛所提到的optionalbody - 這個竟然是會loop的 - 真是施測 -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-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- 實際上產生的config大概會像是這樣 - 就是build - 它會在前面是個build - 那關號committerson最後是 - 呃 - 關號committerson它是scope - 那接下來後面是initializedconfiguration - 那這就是這個configuration - 那這就是這個configuration - 那這個對你去bump一個版本 - 到底有什麼幫助呢 - 接下來可以看這個 - 那這裡是我後來又再加 - 多加了幾個config - 不然因為bump - 呃 - 剛剛的build其實不會bump version嘛 - 所以 - 對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- 就沒有辦法當一個sample - 所以這裡就加了三個config - 其中一個是feature - 就是呃 - 我加了opas的integration - 然後fix就是fixConnectionFailure - 那因為呃 - feature它應該要bump一個minor version - 呃 - fixed應該要bump一個patch version - 那minor比patch還要大 - 所以下一次我們要bump的版本是 - 一次的minor version - 而不是一次的minor加patch - 不然你裡面有10個feature - 難道要bump10個minor version嗎 - 也可以啦 - 但那並不是semmented version你要做的是 - 你可以定義一個你的version - 就是我的prorequest裡面有幾個feature - 就bump幾乎版版本 - 這樣其實也蠻酷的 - 對 - 但我也許不會這麼使用 - 好 - 那接下來你去實際使用cdbump - 就是commitation - 他自動幫你bump的時候 - 他會是去問 - 你有沒有 - 他會去找有沒有existing的git tag - 就我們主要使用git tag作為你 - 呃 辨別上一個版本的依據 - 沒有的話我們就現在就創一個新的 - 因為原本我們去initialize這個project的時候 - 預設會給你一個0.0.1的版本 - 那剛剛說會bump一個minor version -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會bump0.1.0 - 那除此之外我們會更新你 - 呃 像pythonproject - 他你可能就會在sale.py裡面有個地方寫version - 或者你在你的package裡面會有一個 - 呃...dunter version的file裡面會寫 - 你這個專案目前是什麼版本 - 我們都會試著去更新它 -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還有其他的 - 呃...file需要更新 - 也全部都可以透過commitation來管理 - 那我們就會一併把他們的version - 從0.0.1更新到0.1.0 - 並且產生一個新的commit - 幫你add進去 - 那同時你也可以注意到這裡有寫changelog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寫changelog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- 我每次都要重新看那些commit - 看什麼東西要寫進changelog - 但大部分東西就是... - 欸...這個github action就是改了一下 - 或者這裡fix了個typo - 這就不用寫進changelog啊 - 沒有人在乎 - 所以就讓... - 好的工具來幫你去處理這些 - 那這就是... - 它所產生的changelog的markdown file -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- 那 render出來... - 就會... - 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- 對... - 那這個format它是follow一個東西叫做 - Keep a changelog的format - 這是我們目前所採用的做法 - 呃...實際上我們也有在做... - 呃... - Customizable的changelog - 目前有... - 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pr在做這件事 - 但... - 呃... - Contributor應該是... - 也是... - 沒有心力再繼續貢獻了 - 所以我跟另外一個maintainer - 應該會找時間把它繼續完成 - 就是這個... - 這是一個還蠻exciting的new feature - 我跟另外一個maintainer都非常的期待 -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如何把剛剛所說的這些流程 - Integrate到Github Actions - 那也許你用的不是Github Actions - 你可能用Jenkins或Github CI - 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官網上都有寫 - 你該怎麼... - 做才有辦法integrate到你自己組織內的系統 -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CICD System - 那就... - 抱歉你可能要研究一下 - 但他們的流程都差不多 - 對... - 那首先我們會去detail... - 呃... - 如果有任何的東西被push到manbranch - 那為什麼會是push到manbranch - 就是... - 如果你send了一個pull request被merge回去 - 這會產生一個... - Merge回manbranch - 它會產生一個push tomanbranch的事件 - 那... - 接下來我們會去判斷... - 呃... - 就是... - 你的這個commit是不是startwithbump - 冒號 - 如果不是的話 - 我們才會繼續去進行判斷 - 之所以要去做這個判斷是因為 - 我們剛剛有提到 - 如果我們... - 呃... - 去bump一個version後 - 我們會產生一個新的commit - 它會startwithbump - 像是bump - 呃... - 0.0.1to... - 1.0... - 0.1.0... - 0.1.0... - 這個commit - 那如果這個commit - 它又會再去trigger這個workflow -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workflow的涌動機 - 那它就停不下來了 - 那這... - 這個就不太對 - 它可能... - GitHub應該是有一些聰明的方法可以擋下來啦 - 但我們可以更聰明的在那之前把它擋下來 - 那接下來我們會去checkout到你的... - 就是把你的整個專案 - Git clone下來去看 - 剛剛你要去merge的那幾個... - 呃... - 剛剛要去merge的那幾個commit - 裡面到底是應該要bump哪一個version - 你可能裡面有breaking change - 所以我們要bump majorversion - 那或者是加了一個feature - 我們要bump minorversion - 這都是... - 必須要透過剛剛... - 呃... - 你的commit... - 噢... - 你的commit message的history來找到 - 那這個fetch deflero - 就是它會去fetch... - 你整個專案的... - 噢... - Git 的歷史 -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- 它只會抓最... - 最新的那個commit - 如果你最新的那個commit - 只有documentation change - 但你這次的pore request - 其實有個breaking change - 它還是只會bump - 呃... - 呃... - 就是什麼version都不會bump - 那就不是你的expected behavior - 所以這個fetch deflero - 其實非常重要 - 再來就是... - 呃... - 我們已經有開發了一個commitation的action - 可以讓大家... - 直接apply到github action中 - 不過這裡會需要注意的就是... -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... - GitHub token來做這件事 - 你必須要產生一個... - Personal的access token - 這跟你去push... - 一些change到man branch有關... - 實際上為什麼要... - 我有點忘了... - 你可能... - 當然... - 這個東西都可以在document上找到... - 應該是... - 我印象中是github為了避免... - 你的bot去push一個commit... - 然後這個commit又會再trigger另外一個workflow... - 這件事情... - 對... - 算是github的一個... - 防呆機制... - 但沒有... - 我們確實就... - 我們非常了解我們要做這件事... - 所以我們要... - 用... - 需要一個比較高權限的token來做... - 好... - 那整個process... - 最後就是... - 我們來redbot整個process大概是怎麼樣... - 大概是怎麼樣... - 它con... - 在commit的時候... - 我們會做一些code change... - 我們可以透過commit的生... - 來做... - commit... - 那我們就選了適當的... - 關於這個commit... - 適當的一個類型... - 那... - 如果你有設定好的話... - 它就可以去... - 你... - 在你commit完之後... - Precommit會自動去check... - 你這個commit有沒有符合... - 你所訂定的那個規範... - 如果沒有的話... - 你就要再commit一次... - 如果有的話... - 它就是commit成功... - 那接下來在release的flow... - 是你create一個pr... - 那這個pr... - 如果被review之後... - 而且被merge回man的那一刻... - 它就會去trigger... - 這個CICD的pipeline... - 那這個pipeline... - 會去pass你這個commit的message... - 去確定... - 這一次我們要去bump什麼版本... - 那與此同時... - 我們也會產生... - 自動產生這個change log... - 那這些所有的... - 所有的change... - 會被產生成為一個bump的commit... - 那這個bump的commit... - 它同時也會再產生一個git tag... - 一起push back to... - 你的這個git repo... - 那所以這整個流程... - 就是完全被自動化了... - 由... - 其實由... - 那個... - 我們自己commit成tools... - 也沒有在自己管理release... - 就是只要有pr進來... - 我們如果有merge... - 我們的CICD pipeline... - 就會完全design... - 我們要release什麼版本... - 對... - 那這就是一個... - 自動化的pipeline... - 好... - 那這裡就是... - 最後的call to action之一... - 就是大家一起來... - 就是加入committerson吧... - 這個應該是... - 連到committerson的... - 專業啦... - 如果沒記錯的話... - 好... - 大家有興趣可以稍微掃一下... - 好... - 那最後... - 當然就還... - 畢竟是個... - 拍抗台灣的這個議程櫃... - 所以還是有一些工商服務時間... - 就... - 團報優惠到... - 這7月31號是後天啊... - 所以就... - 那個下面先不用掃... - 上面就是... - 快點... - 找... - 那個... - 你的朋友們... - 快點... - 一起來買... - 就好像真的是有比較便宜... - 但因為我早就買了... - 然後反正我也找不到那麼多朋友... - 所以就... - 那個跟我無關... - 對... - 好... - 現場糾團也很棒... - 那... - 反正這個東西在slide都可以找到... - 我就快速帶過... - 因為還有很多... - 各種工商... - 然後Pycast... - 對... - 這個東西就是剛剛... - 呃... - 舅舅還有Benson剛剛有提到的Pycast... - 最新的一集... - 好像上週還上上週就... - 才上線的... - 我已經聽完了... - 覺得很棒... - 然後... - 今年Pycon做了非常多... - 就是非常fancy的紀念品啊... - 就是這些這些這些... - 這些東西... - 就是你有買票... - 應該是買票才可以買吧... - 我在想... - 對... - 因為我也是... - 我要的我都已經買了... - 所以我也不太care... - 我也已經不票了... - 對... - 對... - 那就感謝大家... - 我好... - 之前好像有聽說...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那就放一隻大貓貓... - 我這季... - 很喜歡的療癒作品... - 對... - 對... - 感謝大家... - 那最後就看大家有什麼問題... - 喔... - 看起來是一個問題都沒有... - 那現場有人要提問嗎? - 嘿... - 請... - 不好意思... - 請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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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ideally这是一个breaking change 但有一些状况可能就是不想要太频繁的去bump a major version 那也许你就可以写这是一个feature 但你在你的commit message里面就要比较明确的写 这个feature被remove了 因为它也是一种feature change 好 好像收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是 commit有什么原则 commit的原则就是精确短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style是我喜欢把commit切得非常非常的细 就是如果这个feature 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加三个feature 我就会把它们翻成分成三个commit 就算它们都是非常非常小的change 那这个how to write git commits 应该是在google就可以蛮容易找到的 那我的slide其实有一页也是直接copy 哪一个也没有都直接copy 我有稍微digest就是里面的content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 还有人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诶 请 就我刚才看你说如果push东西上去 它就会做一些什么事决定要出什么版本 所以那个是你每一个pr进去以后你都马上就release了吗 对 我是我们的专案是只要每个pr进去就会release一个新的版本 那如果不想这么做的话也许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这个pro request merge到像是一个develop的change 那最后你要一起release的时候再把它 这些一起merge到main branch做release就好了 这是一个做法 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好 或者我们等一下也还可以再讨论 那就交给主持人咯 好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Pycon Taiwan的议程轨 然后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跟Pycon Taiwan有关的讯息呢 可以到六楼我们的摊位来跟我们大家聊天 然后领取纪念品 然后闯关opas 官方的opas的闯关这样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欢迎大家今年9月2号3号在中英院 然后我们中英院见 谢谢 那就acht mundo Particularly 你们